挑戰最良 兩感系列 惡名昭彰 打造最強大的機能服飾 如果你 不健身不飲控 你會有兩個情形 第一個 就是肌肉噴光 然後變小隻 然後變瘦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變胖 因為你飲控嘛 你飲食如果亂吃 你就會變胖子 飲食如果你 不亂吃 但是你不吃那麼多蛋白質 你也不訓練 你就會變瘦 就這兩個而已 整體檢體期間 觀眾有建議要入多少澱粉才足夠嗎 我覺得這跟每個人 的代謝率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去網路上面 你打那個 卡路里計算機 然後你看你自己的體重 去輸入 他會算給你 那個是最基礎的啦 但是他那個 你還是不能吃快炭的東西 快炭就是蛋糕啦 甜點 甜的東西啦 但是飯 是準的 你可以按照他 正常來說啦 一人一天啦 三碗飯的碳水化合物 絕對是沒問題的 絕對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要有運動 絕對三碗飯的碳量 一整天喔 三碗飯的碳量 那你 如果女孩子的話 也是一樣 但是女孩子就不要吃甜的東西 然後蛋白質攝取要高 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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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保雅 應該是全省保雅都有 謝謝同類 謝謝 其實碳量這種東西喔 碳量這種東西如果 我這樣講好了啦 每一個人洗手 如果你今天是玩力量的 你要玩力量的 男女都一樣 你要玩的是力量局 就必須需要非常大量的碳水 但是不是叫你去 吃一大堆糖 喔 碳水喔 好的 沒有問題 幹你娘咧 你就放寬心來吃啦 多啦 甜甜圈啊 有含糖飲料啦 你媽的 要多甜有多甜啊 要多油有多油啊 放寬心來吃啦 其實他是碳量來說 他的確可以吃到 一餐兩三碗飯 但是他是要乾淨的碳 他是要乾淨的碳 也就是米飯 就是米飯而已啦 你就不要想太多啦 米飯炒米飯 就米飯 米飯是最安全的 喔 那為什麼要吃那麼多碳量 讓你的糖原 讓你的糖原 大概血糖要穩定 讓你的力量 讓你的肝糖儲存 讓你的肌肉存在著力量 存在著能源 你才可以玩嘛 你才可以玩 大重量訓練 如果你玩建立的話 那如果你是在增肌期的話 也是這樣子 也是為什麼吃超多的 然後也是強迫自己射入 那個已經到很辛苦啦 就是吃一大堆的碳 再加上一大堆的蛋白質 因為你這樣大大大大大大 然後到賽前再說說說 那至於如果一般人為了身體健康 是不必要這樣吃 碳水化物有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多 如果是健康取向 真的不用多 那你如果是館長要吃多少才能增肌 這是每一個人 包含你的訓練模式 包含你的平常的時候 你的工作 包含你的肌肉含量 或者是要選手 如果你是以選手方面來說 你要走這條路 或者說你每天都在運動 像我們一些會員 他們每天都會去練 那你真的那個碳就是要補充很多 就是要補充到一個水準 你才訓練的時候才覺得有能源在 那如果說你要去做斷食 那這個又是另外講 這個就是另外講 斷食真的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做的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 真的喔 以前我是這樣講 現在我還是這樣講 每天重訓又要每天補碳量 像胰島素分泌是不是變多了 所以你要含餐吃 你要在餐裡面的時候去補碳量 你不能 如果你年輕 你很年輕 你又沒有吃很多垃圾食物 其實你多餐 多餐式的方式 身體會不會有負擔 多多少少 但是你不要吃到非常非常的多 身體還是可以去消化它 你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曾經經過一段 很糟糕的飲食 而被診斷出 像館長一樣 有糖尿病前期 就是 糖尿病前期有兩個風險 也趨於糖尿病 第一個 第一個 胰島素分泌不足 第二個 胰島素主抗 就是你胰島素發生的主抗 不敏感 有這兩個問題 那就不適合少量多餐 我個人是不適合 但是如果是定時定量定餐 那倒是可以 比如想說你在早餐中餐晚餐 或是一天吃四餐 固定這四餐的時間 在十個小時之內 十個小時之內 然後去讓它定時定量定餐 然後碳水化合物 吃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吃下去 就還OK 其實最重點是看你吃什麼東西進去 但是如果你還是要吃那些快炭 GI值高的東西 升糖指數高的東西 垃圾食品 你不管是斷食的時候吃 還是 任何時間吃 它對身體都是一個負擔 就是這樣而已 這麼簡單 胆固醇跟蛋 沒有關係 這是我個人 看過這麼多國外的文獻 這麼多國外的影片 但是 台灣的許多醫生 還是會跟你說 還是會跟你說 你的膽固醇問題 有問題的時候 不要吃蛋黃 其實這是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每個人理論點不一樣 我個人 我跟你講 膽固醇這種東西 它就不是吃進去的 它是人體自己製造的 雖然它跟吃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但是跟你睡眠有關係 跟你有沒有壞習慣有關係 還有你有沒有吃一些健康的東西有關係 還有你有沒有運動有關係 還有你的肝臟指數有關係 所以 所以 蛋它是 超級食物 蛋是什麼東西 蛋是 它是一個 最好的蛋白質來源 最好吸收的東西 蛋 它裡面的 多量的元素 比如說維他命 這些東西 軟磷子這些東西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一天甚至吃4顆蛋 6顆蛋 如果你有在運動的人 是對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是一種 高膽固醇群 就是你寒乎菌爆表 醫生會說你不要吃 他會說你不要吃 他會說你不要吃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派的人 他會說你繼續吃 你的問題就不是出在這個身上 那我是屬於 另外一派的人 你的問題就是 出在你的高碳飲食上面 就是你吃太多的碳 碳水化合物 比如說高糖分的東西 比如說一些麵包 比如說一堆麵條 炸的糖 有糖的東西 這才是主因 而不是 還有高油脂的食物 比如說炸雞 麻辣火鍋 媽的是不是 又香又油又辣 就是很多菜都又香又油又辣 然後很多油在上面 對不對 控肉飯 是不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反過來 如果你今天要做生酮的話 你又需要這些脂肪 反正 很多矛盾 飲食點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反正你就是減少碳量 減少油脂的攝入 多多吃一些健康的東西 然後運動這是必備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維持快一個月 體重還是沒有下降 因為你一週練兩次太少了 總比沒練好 你的有氧你要瘦 你的有氧量就要大 然後你要做那樣吃字 早餐地瓜豆漿 中午吃便當 晚餐不吃澱粉 靠吃菜跟肉 餓了就吃冰心地瓜 好 那你到底吃了多少卡路里進去 你不知道 你的熱量吃字做出來的嗎 你不知道 我再次跟大家講 所有的Google上面 你打熱量計算機 它就會跑出一個東西出來 那你去買一個電子棒秤 好不好 我叫大家去算 我叫大家去算 對 TTE TTE 熱量計算機 網路上打 還有APP都有 去買一個電子棒秤 或是一個小秤子 很便宜 因為你的食物不重 你就 會秤吧 會秤東西吧 扣掉碗重 就知道這個東西是多重 好不好 那熱量計算機上面會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什麼東西多重 它多少卡 說到熱量赤字 熱量赤字就是 不是 譬如講 譬如講 100公斤 一天需要3000卡路里 所以你一天吃要低於3000卡 You understand 然後再去運動 你一定會瘦 你不會瘦 那有個問題 你不是地球的人 你是外星來 啊不是那種 來喔 不是那種 哎呦人家啊 喝水都會胖 你來 我們再簽一份 我給你直播 我給你關狗龍 先簽直播喔 你心甘情願 老闆館這邊我給你關 不要說關狗龍啦 我就弄一個監牢 我把你關起來 我每天都給你喝水 準備一個體重器 我每天給你喝水 水無窮無盡供應 喔 然後你會胖 沒關係 沒關係 挑戰嘛 喔 挑戰嘛 我關你10天 我關你10天 你看你會不會胖 我把你關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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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你媽的你胖 獎金100萬 你變瘦怎麼辦 你給我100萬 我把你關起來 人家喝水就會胖 沒有辦法 喝水就會胖 喝水就會胖 你吃一掰啦 你會胖 沒有熱量 水就沒有熱量的東西 你會胖 你喝可樂無糖的是不是 你喝什麼東西 你喝什麼東西 你喝珍珠奶茶算水 我喝水啊 你在幹什麼 珍珠奶茶 水 你過來 你過來 過來 站好 那雞巴你呼你巴掌 就 好不好 你要瘦 他媽超簡單 瘦是最簡單的事情 瘦是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喝水 熱量計算 運動 不用太累 哎呦我好累 去走路 走路 走路 不准走快 會累 慢慢走 慢慢走 走個半個小時 慢慢走 每天都去走 每天都去走 不會累 不會累 走路會累啊 你媽的 不是叫你爬樓梯喔 不是叫你爬山 走路平路 平路 你家外面 隨便亂走 隨便亂走 就亂走嘛 走平的路 慢慢走 走半個小時走回來 慢慢走 以不累為原則 慢慢走 固定 慢慢走 吃 熱量赤字 熱量赤字 赤字你聽到有沒有 館長啊 我知道熱量赤字了 我下載計算機了 他說我每一天要吃三千卡 所以我要高於三千卡 我要吃到五千卡 幹你娘子 他媽的勒 熱量赤字 就是低於三千啦 譬如說你要 吃到兩千五 你體檔落下來 你看還夾 沒關係 還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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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檔落下來 你要夾 還夾要吃到兩千 意思類推 這叫赤字 你聽到有沒有 就是複數 低於三千 我講清楚一點 低於哈 有三千 吃兩千就好 你如果要快一點 吃兩千就好 你如果要慢慢來 吃兩千 吃一塊 他怎麼一塊 你要運動 要運動 要運動 你一個禮拜 運動兩次 兩次是怎麼運動 我也看不到啊 做很激烈的運動 是不是 你搞不到 你一個運動還沒有 比我打手槍一次 來的消耗卡得比多 你懂不懂我意思 我一次打打點多錢 那手 你娘子 還會多爽 還會拱腰有沒有 左手握雞雞 右手拿手雞 哈 是不是 雙槍俠 兩隻雞 對不對 還要拱腰 是不是 嗯 我怎麼知道 你兩個運動 是哪個運動 運動的過程 消耗的卡路里 這多小 所以你的問題 我幫你找出來了 熱量赤字 要運動 每天 不累的 如果你要瘦快一點 喔 就赤字下去了 好不好 基礎代謝 就是 你要維除 肌肉嘛 那今天我們不維除嘛 我就是個燙主 我就是要瘦 喔 我就是要瘦 那就不討論了 那你要做到基礎代謝 就是他基礎代謝啊 基礎代謝看到這個又不準了 我跟你講 有人做到熱量赤字啦 還是會掉肉啦 你乾脆就讓他掉 你要負數減 你就是訓練嘛 然後你的卡路里計算 就是 不是以碳水去做計算 是把碳水的碳水減少 卡路里 把碳水減低 把蛋白質增多 你就會飽肉了 You understand 我講這個道理 就是飽肉了 好不好 高強度間歇訓練 也可以 對 謝謝人頭內 謝謝 謝謝人頭內 謝謝 我這樣講就好了啦 也許你的食物 你的食物的選擇裡面 完全沒有所謂的蛋白質 蛋白質含量很低 你也都喝流脂的東西 比如說地瓜 地瓜它也是有熱量的 我不知道你吃多少地瓜 有人餓起來 哇 那地瓜一大顆 它給它吃下去 一大顆那個熱量也是 地瓜不是沒熱量 地瓜叫DGI DGI的意思就是 它 緩慢釋放 不代表它不釋放 它的血糖生成慢 但是它還是一個energy You understand 它最終它的卡路里 還是在那裡啊 不是說 欸 我吃地瓜 我吃再多都不會胖 不是 它是有卡路里的東西 它裡面還是有糖啊 肝臟指數偏高 第一個 你把它睡好來 睡好 睡好來 第二個 你的飲食習慣要清淡 要清淡 不要讓你的肝臟製造太多的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身體不要有壓力 對 很快的就獲得改善 那如果你的肝臟指數很高 那你也可以考慮做個斷食 如果針對 不要做太長時間的斷食 做個168 吃看看 然後吃得乾淨一點 然後睡得超過八個小時 沒事就睡覺 完全不要碰酒 然後也不要碰一些什麼藥 只要藥的東西 口服藥的東西 無論是什麼藥物 營養品可以吃 營養品對肝臟沒有負擔 營養品 但是如果你吃到藥物 不管是什麼治療什麼的藥物 它都會對肝 產生一個壓力 還有就是你不要熬夜 該睡覺就睡覺 吃的很多但消化不好 就是你的食物 你的食物 的攝取量就不要那麼多 攝取量不要這麼多 然後可以用 可以去檢視你吃的是什麼東西 比如講說 可以吃一些好消化的魚 雞蛋 它是煮魚比較好消化的東西 白米飯 白米飯是最基本的 我說最基本的啦 外國有一個叫做 一個飲食法是叫你加入雞湯 雞湯會暖胃 一些暖胃的東西可以吃吃看 慢慢慢慢的訓練你的飲食 慢慢慢慢讓你的飲食有感 蔬菜 不要吃太 如果你消化 消化系統不好的 蔬菜就不一定要吃那麼高鮮的蔬菜 你懂我意思嗎 就葉菜類的東西 吃得剛好就好 如果吃得太多的話 也一樣會造成你消化上面的 胃上面的負擔 這是真的 肉類的話 可以用絞肉 你先把它割一割 割成細狀 泥狀 肉吧 不要滷那麼鹹 牛肉 雞肉 先把它 攪成肉泥狀 再下去烹飪 你在吃進去的時候 到胃裡面的時候 它的吸收 它的消化系統會比較輕鬆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直播了之後都會吃香蕉 為什麼現在不吃香蕉了 我現在我的胃固定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是把我的胃 讓給一些 對我目前 控制 血糖 有幫助的水果 所以糖分 水果 蔬菜 所以水果來說 它本身是含糖量 比較有含糖量 我都不太敢吃 包含香蕉它本身也有含糖量 雖然它裡面也有 這麼多微量元素 但是蔬菜也有 蔬菜也有更多的微量元素 所以後來我選擇吃蔬菜 喝蔬菜汁 我都現打的蔬菜汁 我就不太敢吃水果 因為水走 水果本身有糖 那台灣的香蕉非常厲害 非常甜 台灣的水果現在都甜到一個雜 很厲害 那我都喝這個 這個 天然的果糖在這裡 這個就是桑聖 這個桑聖汁 它也不便宜 這個桑聖汁是 天然的 它沒有加任何的糖 它就是天然的果糖 那每一天我都會喝 那如果我再吃香蕉的話 我的糖分值就爆表了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不吃香蕉 我現在就是以控制血糖為主 控制身體 胰島素敏感為主的飲食法 女生健身 是不是生理期不會那麼痛 這個我就 不太敢跟你保證 但是我可以說 如果你本身身體 如果是生理期來的時候 以前會很不舒服 你不運動 或久坐的人 你真的習慣運動之後 你的身體機能一定會比原先的好 至於有沒有辦法耐痛 這個我當然不敢保證 但是我只能說 應該正常會比較健康 現在人都久坐 你不可能現在是站著看著我講話的吧 倒立看著我講話的吧 不可能聊天室每一個都 一千零一 每一個都賽亞人 賽亞人之子 一千零二 每個都一邊臥推深蹲 看館長跑步 一邊看館長直播這樣 應該每個都坐著吧 現在人都久坐 那久坐 我也久坐 所以你就是要去訓練自己 你的身體機能才會回來 所以你從沒有運動到有運動 你說生理期來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沒有那麼痛 我不敢保證 但是會變好一點 一定是會的 生理機能會感覺比較好一點 我相信 這要問聊天室的各位女生有在運動的 會比較準 因為這個是非常私密的問題 畢竟 我們不是女孩子 但是我覺得會對身體比較好 這是肯定 這是肯定的 生理期要不要運動 我覺得很看人 我覺得很看人 有人生理期來了 他本身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感覺的 他還是想要運動 他就可以來運動 不是說 有些人生理期來了 就好像 哇 就他媽的 就他媽的 就 反正就是 反正就很慘 就痛到一個叽叽叫 痛到一個不行 那當然 就不行練了 有些人真的沒差 他就不會痛 出血出血 衛生棉包著 他一樣照來練 沒有差 真的 我有看過很多女生是這樣子 有些人 他就是沒辦法動 喝酒隔天 一定要健身嗎 如果你沒有很不舒服的話 你在既定的範圍裡面 你可以繼續練 但是如果你是 練 一般的 一般的健美訓練的話 肌耐力訓練的話 肌肥大訓練的話 是可以 如果你要玩大重量的話 就不建議 因為你喝酒之後 你再去吹大重量 那個對人體 媽的 很容易 很容易拉傷 很容易拉傷 如果他吃了肋固醇 他氣喘 肋固醇 跟他變胖沒有關係 還是跟他吃有關係 我們他媽都 用打的進去 打的是 純肋固醇 也是 有變胖嗎 我最後把這個問題理清 很多人 使用西藥裡面 有含肋固醇的治療藥 尤其是女性 都會說 變胖就是因為 裡面有肋固醇 裡面有肋固醇 我知道有肋固醇 但是他的肋固醇成分呢 跟我們直接 增劑打那個呢 是小朋友 我跟你講 差不多一百分之一啦 我差不多吃他的一百倍 大他一千倍 我們是純肋固醇 他那個 只是他的 而且他那個肋固醇 不是肌肉在用的肋固醇 當然肋固醇會造成什麼 肋固醇是 看什麼樣的肋固醇 肋固醇會造成一些肌肉增生啊 但是他那個效果為之 我們今天吃口服藥肋固醇 還打雄性 還打一大堆 還有前中後 長校短校中校 什麼打他都打 就恨不得自己變大 變大 再大 所以 跟 吃有關係 你常常看到很多健美比賽上面那些肌肉棒子 有墜肉嗎 有嗎 沒有 每個都是肌肉啊 他們是肋固醇差不多 比你 那個 比你用那個大一萬倍 真的大一萬倍 能用的都用了啦 不能用也用了啦 還用生長激素啦 還用胰島素啦 還用IGF1啦 還口服啦 還什麼生計都打啦 一天吃八餐啦 吃一萬卡啦 有沒有變胖 沒有 所以你吃什麼東西 好不好 不要拿這個當藉口 不要拿這個當藉口